平鎮市位于桃园县中央地带 连口将近21万年 南北长11公里 东西宽A9公里 行政区域就像麒麟 麒麟也代表吉祥如意 早期的老街市因为水面水库三位兴建 老街市的水是农田灌溉的河水源头 那时候的老街市是农民赖以为生的溪流 老街市同时也是连口最密集的一个区域 现今因都市的高度发展 及上游工业区的开发 家庭污水及世卫汇水都排入老街市 导致老街市受到严重的污染 并且输去过去的原有的河湾景观 这次县政府计划整合公布棉资源 投入老街市整住 并重新规划 本市老街市盘的新宿公园 增加市民公园立地空间 及活动场所 本市非常期盼 未来老街市的整住 能够找回过往的水与利的美景 并且错题改善水质污染问题 本市县政府规划 将新宿公园改造为与零件生活概念 结合活川教育和多功能的公园 江口强化公园之特色 提升庶民休闲和生活品质 建构美丽的花园之都 展现城乡的新风貌 给平正式一个美丽的未来 给下一代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他们在记忆不知百姓剑 在所说 刑立的江湖 在雪冬会号 到年夜不夜的抑郁 在新宿 João 在新宿公园画公园 在核心里方面 在海中 买水 都叫小草 一直縮掉 他们叫大草荺 在家上 親友 葛伯林沙 親友 敦親牧林 跟當後的風景 希望在河床 然後 正敦一下 對人替防傷 比較有淵通 散佈替防 比較有 迷發 迷發 返禁就差不多 對 太感到在日本兩邊的希望 綜藝市老街西停車場 我們從這邊 老街西這邊是起點 那從這邊加蓋有 大約700公尺左右 那原先加蓋就是為了整治老街西它的髒亂 然後解決附近的停車問題 那 它加蓋的目的原來是要當作 臨時的探訪集中所和停車場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樣子加蓋起來 其實就是把整個河段加蓋住了 跟那邊還沒有加蓋的河段 有很大明顯的不同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現在就是等於我們現在站在地上二樓的屋頂 那很難想像這個下面真的是一條老街西 原來是 纏纏的流水的樣子 那從這裡開始就有700公司 都是當停車使用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還是有少部分的停車在使 中立市現在是全台灣的第二大的鄉鎮市 在歷史的淵源及都市的發展上面來看 它都是我們桃園縣南區的重鎮 不管是教育或者政經的中心 那在過去中立市舊市區發展的脈絡上面 就是沿著老街西的兩岸形成的舊市集 逐漸延伸到新街西的兩側 發展到今天繁榮的中立市 不過在二十多年前 當時為了解決攤販的問題 還解決停車的問題 所以當時同意把老街西的一個路段 給民間來開發加蓋 形成了現在的一個加蓋的情況 只不過這麼多年來 這個民間的公司一直沒有辦法取得相關的一個執照 造成了要營業也沒有辦法做 但是已經把整個跟中立市歷史淵源最有感情的老街西 把它遮蓋住了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要這個配合縣長的一個政策 把老街西的蓋子打開 把綠地還給我們的鄉親 首先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要跟原有的新建的廠商 解除合約的相關的法律問題 那第二個也針對於當時有很多的 大概有數百個承租戶 當時承租了老街西的一個攤位 這造成了一個相關的一些法律問題 現在由中立市市公所已經組成了一個專案小組 結合律師研究相關的法律問題 我們要逐步來解決 第二個就是針對於老街西蓋子打開之後 沿岸的很多的不管作為清水公園 或者釋出更多的綠地 中立市公所也釋出本身 我們室友的相關的土地 一併在這次的計劃中把它變更成綠地 讓未來老街西案子成功之後 市民能夠有更多的綠地 能夠讓大家在清和的公園中吸洗 中立市公所會全力配合 吳縣長的老街西再生的方案 我們一起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當老街西的蓋子打開 清水的公園綠地還給中立市市民的時候 這一條跟中立淵源最深的老街西 跟航空城接軌 中立市未來一定是活力效力快樂的城市 老街西是中立市這個流過中立市的市區 那現在未來發展的契機 就是機場的這條捷運 直接延伸到從環北路延伸到中立火車站 中間有A22站 A22站正好緊鄰老街西的河畔 那我們在這裡也透過這樣的契機 把這個沿岸做一個都市更新 透過都市更新把現有的蓋子把它打開 我們相信在我們的努力之後 能夠把老街西沿岸的清水公園 以及綠地還給所有的市民 這個把老街西蓋子打開的工程 對中立市的未來 甚至國際化的一個願景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由這條機場捷運 從中立市出發 往上一直連到航空城 所以這條道路是聯合了一個水岸的城市 聯合了航空城的一個發展的計畫 我也相信透過了這樣的一個水岸的再生 以及航空城的發展 做一個強而有力的連結 是中立作為一個國際都會的門戶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程 對用來的明白 請問拜託 請 чего等